What's up guys, welcome to Magpie 随着天气变冷 我们要做一些炖菜 但是我一说炖菜 有两个派系的人 有一个派系的人觉得 大锅还要煮那么久 煮完了有时候水汪汪 有时候没法吃太焦年 我不喜欢炖菜 那好,我不能帮你解决 你那些矫情事,但是我至少能帮你解决 做麻烦这个困难 因为你别忘了,炖这个东西 虽然我们 的单词用的比较单一了 我们有炖,然后类似炖的 我们有爬和呼 我有爬和呼 观众里面还有啥 你们自己去想吧 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思路 我们能不能用不同的方式 去做一个炖菜 为了解放你的双手 给你的厨房带来方便 也同时给你再一次机会 去爱上这个形式 这个格式的烹饪 So let's get started 不多废话了 废话那么多之后 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展示 三种不同风味 然后三种不同方式 你们自己可以用这个三个 基础方式和手法 去自己做一个组合甚至 为了提供给你自己 一个你最喜欢的方式 无论是为了省时间也好 省步驟也好 或者是为了风味也好 或者为了特色也好 看你了 So let's talk about our ingredients 今天我们准备了奇奇哈尔的牛腱子 两个大的牛小腿 我已经叫同事帮我聚好了 所以我们先从肉开始吧 你需要一个胶脂含量非常高 脂肪含量可高可不高看见了 只要是胶脂含量高的话 这是硬条件 怎么去挑选胶脂含量高呢 运动量大的肉 普遍来讲胶脂含量高 make sense 腱子肉 胳膊肉 肩膀肉 肩膀肉 所以它的纤维比较粗 你仔细去看 然后纤维之间 这些一条一条的 不仅是脂肪 而同时也是 胶脂 connective tissue 通过长时间有水的环境之下 较低的温度 它会变成明胶 鱼胶 就那个很糊嘴 很黏口的那个口感 你看第一时间 我们先要给它调味 对不对 所以调味的话 我会先从盐胡椒开始 然后盐胡椒之后 你还可以考虑 用一点淀粉类的东西 去支持一下 到时候你熬出来 那个圆蒸的粘稠度 在自己家里做饭 我也会提前把盐胡椒 按照我喜欢的比例 去先调好 这样的省个步骤 然后这个时候 你盐胡椒 可以多放一点 原因是因为什么 你不仅是在调味你的肉 你也在调味你肉周边的液体 待会你会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Beauty 结束了 这时候第一时间 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色 我们的牛肉了 你要 要是你家里有一个重的锅的话 我建议你用你最重的锅 我们这边条件好 可以用餐厅扒卢 当然我可以再留一个出来 给你们演示一下 要浇化到什么程度 然后我刚才说的 为了粘稠度 你可以考虑 在你的肉表面 撒一点面粉 去支持一下 首先你浇化的不仅是肉汁了 你浇化的也是面粉它本身 你就可以理解 我说你做了个油面糊 然后你拿它下锅的时候 就等于是 帮助你旁边的原汁粘稠了 等于是边炖的时候 边勾了个芡 省了个步骤 牛扒油 就是这是一个狠招了 就是观众里面 要是有餐厅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很多老扒房的一个作风 就是在扒板的角落里边 放一缸风味油 可以是牛油黄油 这是脂肪组合吧 然后这个脂肪组合里面放点香料 然后用那个油去醒牛扒 就等于是一个原始低温料理机 风味低温料理机 不过讲真的 要是你家里 你只是做一个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用烤箱去上色 就是把你烤箱的温度耗到最高 我在这个时候 不会把火调的嘎嘎猛 我会慢火去上色 这是很极少数 我会这么跟你去交代 原因是什么 我已经不在乎熟度了 我要炖这个东西 它会是熟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放慢你上色过程 确保你上色的更完整 make sense 你在家里的话 你可以参考这个油花 就是我说的所谓中小火 刚好在开始唱歌 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考虑一下 你的风味煮成了 你看 首先 我个人做炖菜 我最讨厌的环节 就是往里加液体 首先 我加什么液体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但是至少我个人内心 会觉得有点 对不住这锅肉 要是我往里放水的话 因为你别忘了 普遍来讲 炖的东西啊 全球的炖的东西 都是这么一回事啊 我们要往里面放风味 往里面放液体 把里面的胶质和脂肪炖出来 然后把多余 我不想吃脂肪撇掉 然后要是汁太水的话 收 那我要是不想收 我可以免掉这个步骤嘛 那我就把我需要的水分设计 到这个包里边 保留它就可以了 结束 这边可以翻面了 美丽 你看只有放了粉之后的肉 才会上色成这样 坑坑洼洼的上色 看这个 看这个 不太漂亮 让它慢慢秃 这边的已经好了 上色差不多就拿出来了 其实啊 你上色一面呢 对我来说已经足足够了 但是你想上色更多的话 你就自己上色吧 只要它不糊啥都行 完全看你 我通常是凭嗅觉 就是我闻一闻 嗯 够肉香了 那就结束了 所以肉上色完了 沉一点去 让它歇一会儿 我们这边可以开始考虑我们的辅料了 我今天会准备一个 sort of osabuco milanese 就等于是小牛煎着炖 通常是就着土豆泥 或者意大利玉米糊的 I could do something kind of 红酒会牛肉 不是个 bourguignon 因为我不会花那个钱去买 Bourgundy wine 但是就红酒会牛肉了 对不对 经典洋葱 胡萝卜 西芹 还有个就是比较偏东南亚一点的 蒜 小米辣 香茅 这些东西 首先我们先用料开始 你可以看到 我这切的洋葱的规格 是完全不需要刀工的 粗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长时间炖 所以它会非常非常嫩 你已经就切得挺稀 就嘚瑟一下嘛 我是把老刀 对 变切都能切得老刀 你好会说话 我好喜欢你 对 在这个时候也是西芹 讲真是我个人的话 根本不会放西芹 但是为了传统 传统意义上来讲 是211洋葱胡萝卜芹菜 这个其实在很多意义上 就是一个罐闷肉 所以话闷肉 你觉得有一个产品 东北的一道菜吗 我们这个故事敢听聊吧 看你问谁 你问个哈尔滨人 他们有可能会跟你编故事 说是俄罗斯人或波兰人 给我们留下来的 或犹太人给我们留下来的 你问一个别处的人 他们有可能说是鲁菜的 就是传统的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这种话题都挺昭黑的 完全看你怎么去理解 这故事就很像那个 Did we teach Italians how to make pasta 那个话题 三宝热锅直接送它走 别忘了这个三宝是炒给米兰一点的 和法国一点的 三宝不仅是法国人的东西 在法国叫面瓜 意大利在西班牙也有可能是sofrito 其实也是这三个宝 我这么跟你说吧 很多人把东西放嘴里 第一是那个这是法餐 这是中餐 这是日餐 就是因为他们的所谓三宝 在它慢慢翻炒的时候 我们先说到所谓东南亚风格呢 红咖喱 东南亚式咖喱 姜 葱头 蒜 各种香料 香茅 你也可以新鲜做 做得非常复杂 比如说你可以放青年叶 你可以放咖喱叶 你可以放鱼露 或者你可以去买一些 你知道吗 但是怎么说呢 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还纯用买回来的 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们就做一个呗 要多辣就完全看你了 然后葱头废墟 就是我们餐厅里面 做腌葱头的时候 要求完美形状 剥下来的壳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又是买回来的一个咖喱粉 你也可以把这个粉完全下进去 别忘了时不时翻炒一下 当然要是你家里不是在嘚瑟一下子三种的话 你也不用 我说这句话 你已经在注意了 我猜 来一个经典法国老三叶 然后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把你不是那么新鲜的 长得不是那么美观的 白鲤鲤鲤鲤鲤鲤都扔进去 然后虽然我不喜欢 但是不放的话 就有点心里过不去 有点香叶 还能放点啥 蒜 好吧 放点蒜 来 算了 来 进去 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动作刻意的粗糙吗 其实就是因为 我怕把东西切太细了 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刀工是一个硬条件 炖的东西刀工就不是硬条件了 甚至刀工根本不是一个条件 然后我们这边再拿一个我大概率永远不会出的喜鹊派汤锅 把我们的老三叶给分出来吧 分出来一半 然后这边我给你虾一瓶红扑 猜死油门 让它收 哦对 按例一下 要是你们有这个机会的话 吃一吃东楼的酒 Georgian wine Azerbaijan Moldovan 很漂亮 这边我换个啥呢 放点切糕吧 来 意大利的话不能没有意大利润滑剂啊 橄榄汁 所以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个两个很类似 这same same but different but different but same 的配方呢 不是说这两个传统啊 但是这个两个的灵感来自于什么 this is beef bovignon 就等于是红酒烩牛肉 然后二呢这个是我的版本的Ossobuco 所以Ossobuco是米兰Lombardi 有一个这个风格的菜 通常是用小牛 就是乳牛的小腱子肉 Ossobuco翻译成中文 要是我没翻译错的话 希望观众里面有人纠正我啊 Ossobuco意思就是 带一个洞的骨头 说的就是腱子 中间有骨髓嘛 对不对 一个是以红酒为基础的 一个是以白葡萄酒为基础的 然后他们这个两个的底料 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对这块牛 讲真的 不要和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说这个视频的存在啊 他们俩直接的区别无非就是酒中的不一样 他们会很讨厌你把锅看了这个视频 不比一个中餐师傅会讨厌我在炒菜里边下Whiskey 传统意义上讲 你这里边也可以放点香菇粉 蘑菇粉那啥的 Anyway总而言之让他收 收到浓稠的为止再说 他们收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大概讲解一下 今天我们会选择用哪三个方式去炖这些肉 炖对很多人来说 锅是一个必有环节 But that's just not true 炖其实无非就是在一个较低温度 较高湿度环境之下 让一块被炖雾慢慢嫩化 那今天我会用低温料理机高压锅和烤箱 这个三者之间我拆一个现代厨房 或者是一个你在看我视频的话 你这个三个里边肯定会有一个是有的 你没有高压锅的话你可以用电饭包 你没有低温料理机的话 你也可以在就是炉子上面小火秃秃 我用低温料理机的原因是因为我不需要守着它 尝一尝确保 它里边的盐 它里边的胡椒 它里边调味都对 你看我觉得它欠一点 所以就可以直接拿天才粉 在这个时候你千万别忘了 你的盐要给的慎重一点 因为你在肉上面给了很多很多 我们在炖的过程当中 这个肉会释放出来很多水 所以我会选择把它收到比我要的粘稠度 再粘稠一些些 那每一种给三块 所以这个我们就直接用低温的方式 my osabuco not really milanesa beautiful here we go 有树风机的话就树风 没有树风机的话 把带子挂一点也行 all right 这个就是我们抽空好的 all right 好了到关键时刻了 看看啊 我相信啊就是虽然很多时候啊 你可以在这种现成产品里面找到方便 找到便宜 但是不一定会比你自己就是辛辛苦苦自己做的好吃 比如说现在嘛就 OK 我们直接用这个糕得了 it tastes good 就买吧 不要去纠结了 你也不贵 对不对 就是省点事吧 你看直接用这个糕 下点油 把你的糕炒香 做都已经做了 一曲下去吧 all right cool 给点略芝油 我最期待这个 我也是 我差点好了 对真的是 然后像这种风格的东西啊 我通常不会选择呀 煮时间太长 我希望它的植物有点生 有点鲜 等会吧 不是那种慢炖形式的东西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香茅 我每次切香茅我都是有点虚的 很伤刀 可以用我们的粗活刀 小琢磨鸟铲铲子刀 就是一部分是糊的 但是还好另外一部分不是 这个就是糊的那一部分 嗯 还好 对 还好我们这里是没有原则的厨房 我还是不早就不早 对啊 经典北方菜三不摘 这个时候我会考虑下一点风味液体 你可以用椰浆 你可以用椰奶 一个就是脂肪含量比另外一个高 它们俩的区别无非就是一个水多一些 一个椰多一些 搞下锅的锅拿来 把香料膏放进去 然后你不喜欢太稀的是吧 炖菜 还行是吧 这样就可以了 就比我们想吃的还粘稠一点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好 好 check your seasoning 反正盐也要放了吗 那你还不放鱼露呢 对不对 不需要盖满 因为你别忘了 它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肉里面的水 它自己会飘出来 它液体会更多还烦 很多人误会了 你炖一个东西 你需要 把肉盖过 但是其实只要你温度掌握的好 别忘了 肉里面的水分已经足以满足 把它做烂的这个过程 很多人想盖掉 只是不想看到有没有干壳 但其实 干壳也挺好的 你还说你可以保持它的罪 对不对 我们现在有一个 其实不是米兰 一个大叉不叉东南亚 我们再来做个八九不离食的 beef bourguignon cool 当然你别忘了 你这个也完完全全可以用锅 不一定需要用细致 这个骨髓我偷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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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封口 为什么我们烤的时候要亮面朝内 就是亚面朝外呢 为什么 温度有关 对 是和温度有关 暗面对于手的量更多 光面是反射 所以你们还是外面做烧烤的时候 觉得炉子火不够旺的话 你可以在炉堂下面垫一层亮面朝内的气质 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光往中间给倒 cool 这里边要放点 我们现在就怕装它怎么样了 它现在就是一个收好的红酒味 说难听了 在这个时候恶心 我还真不喜欢煮过的红酒的味道 但是这是tradition 小大切糕 找个盆把它给立起来 像那个花包装外壳一样 有一点是吧 多调点味 盐 胡椒 酱抖一抖 给包包 塞一塞包一包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三个不同格式的炖肉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需要整个会合时间 因为你别忘了 所有烹饪都是温度时间格式 那我什么意思不 那我问问老陈 老陈你要什么时候吃 晚上下班后了对不对 那假设 那我们想在出餐后结束的时候吃十点半左右 那现在是三点半 我们说七个小时吧 对不对 那我们就烤六个小时醒至一个小时 行 那六个小时的话 我会设置九十一度 给到我的低温料理机了 给你们参考 温度越低时间的越长 高压锅的 我高压压的话 我就会只需要压半个小时不到 二十分钟左右 跑两次牛肉羊肉炖包设置就行了 这个也是要烤六个小时的话 那我就放到一百二十度三十度左右 烤四到六个小时 温度越高时间越短 但是我通常会选择较低温度 行 那我这边收拾收拾 我也要做好一些备道和处理准备了 那我们晚上见 好 awesome cool see you in a bit what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magpie let's finish our dishes 普遍大家我们不是准备了三种吗 那我就给他们准备一些配菜咯 所以我这边是有一个很粗糙的土豆泥 其实就是烤过的土豆做碎一下 我往里放了点酸奶 放了点培根碎 因为你吃红酒会牛肉的时候 他们提中一个点椎料是上面放脆培根 所以我培根焦化了一部分 然后一部分把油漏到这个里边了 然后呢一部分培根拿出来切得更碎 放到土豆泥里边 它这个土豆泥就不用做那么的汁那么的湿那么的松了 因为你别忘了 你要用来配一个炖菜 所以你需要一个很挺很较干的碳水化的物去吸收那些汁 懂我什么意思不 so that's for my not really french food all right 那东南亚我们就配白米饭吧 这个是我们烤了六个多小时的红酒和牛肉 我下面放个托排 因为你包的再好的话也会 不知不觉露出来一点汁的 你看 这个是我们亲爱的低温料理机 帮我们煮了有六个小时 然后我最期待的 你准备好了吗老陈 我要我要我要排进来了 排进来啊 进来吧 还有最经典表面那层红油 香到我已经扣不起了想吃巴子 帮你做你放心 可惜没有香菜了 用法松无所谓 轻轻的啊 千万不要太粗 在这个时候要是你对锅里边的油 有点刻意的话 你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撇掉 但是别忘了这个油啊 这个油 很美味 骨髓油 骨髓油 同时也可以把它里边的植物 打成个泥 这样子取得泥的质地 你看 给老陈搞得漂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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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吃点油盐 不臭 anyways 我们先把这事给解决了吧 好不好 这真的看着一点都不都拿一样 但是里面全是都拿 话是这么说 说得像我们东南亚人是的 你要不要来一口 你属于是那种一码蒜一码 一口肉一口饭的 还是放在一起的人 还是放在一起啊 我是吗 多点肉 看你最近有点瘦了 来 啊 可以下班了的那种是吧 嗯 我们赶紧拍了 我们想快点吃 继续吧 这还有个袋子的好处 就是你漏的话 你肯定是漏液体鲜嘛 它漏到开始有油的时候 你就可以停 哦 好多油 无所谓啊 我喜欢油好不好 滚 你说我会不会鞭 我是不是很会鞭 鞭锥带鞭子 你看你炖了个牛肉 然后免费捡了个罗松汤多好 其实你在一个很油的很浓的一道菜上面放一点 能帮你捡腻 最通俗的一个 alright chunky potatoes 因为是培根 洋葱 葱 香料 盐胡椒 清点 酸 法国酵花 酵花牛腱子 beauty 是吧 烤的好处就是又能上色又能炖 然后你别忘了就是有